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來昨天是我們的指定科目考試 考前衝刺的第二側 那有網友在下面留言 他問我類似像這樣的問題 他說他不知道該怎麼解 剛好因為這個部分 坦白講啦 在108課綱之後 我是不會再教的 因為這個算是引經 算是舊科剛已經刪掉的課程 那剛好我們在這邊來做個 簡單的整理一下吧 他說 將五顆蘋果和六顆柳丁分成三個人 來一二三小題怎麼做 各位同學 來 在排列組合裡面 有些東西一定是相異 什麼叫相異 比如說人相異 在向的都是相異 對不對 車子有車牌相異 船有船的名字也是相異 有些東西是一定相異 那有些東西呢 題目沒有講 但是你要把它視為相同 像什麼 像水果你就要視為相同 老師哪有啊 那個很大顆啊 這個爛爛的 沒有還是視為相同 這排列組合有一些 簡單的你在做題目過程當中 的不成文規定 不成文規定 OK 這個叫做相同 OK 這個叫相同 對蘋果自己而言它是相同物 對柳丁而言它是自己相同物 所以各位同學 當你看到相同物的時候 通常來講的話 考試的時候這個要想到H 沒錯 沒錯 大致上的相同物 就會想到是H 所以來第一個 同物分配 我們就想到是H OK 好那有些同學說 老師我們學老師沒有教H 甚至有同學說 我們學老師說H那個都補習班在教的啦 你觀念搞懂就好啦 對啊 前提是你觀念你講得通嗎 懂嗎 你有辦法教學生觀念嗎 可以 但是你有辦法講到他完全理解 看他這種題目可以做出來 其實如果你有看我的一次高等排列組合 你會發現 其實從頭到尾的原理就是C的概念 C 你們這樣看起來 C C的概念 但是我們H只是方便我們做助記 我們H只是方便我們做助記 因為H也不能算 H也是要靠C來算 OK 好來所以任意分完美人可兼得 來這種東西怎麼做 記住喔 你就這樣去思考 這三個人 一個人叫做A 一個人叫做B 一個人叫做C 如果今天你要去分蘋果的話 你就這樣思考 三個人 可以喔 相加要有幾顆蘋果 相加要有五顆蘋果 蘋果是相同物嘛 蘋果是相同物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再配上什麼 三個人 三個人 三個人相加 三個人相加 怎麼寫錯 三個人相加 他是 六顆 柳丁 OK 一件事情分成兩個步驟做方法術相乘 來 所以各位同學 你還記得H怎麼算嗎 這個叫做三個人分五顆蘋果 這個叫做三個人分六顆柳丁 來一樣相乘 來各位同學 H我說過 H不用算 要算用C來算 來怎麼算呢 這個叫做上下相加再減1 OK 這個叫C 來上下相加再減1 叫做C7取5 再乘上 來 6加39 9減1.8 C8取6 我答案先寫到這裡 這個多少你自己算 好不好 這個我就不再幫你算了 好不好 來再來第二個 每個人至少一顆蘋果 記得記得記得 相同物的至少怎樣 先分 相同物的至少先分 相同物的至少先分 OK 來所以相同物的至少先分 相同物的至少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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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題目還是一樣啊 我還是一樣題目就是X加Y加Z 三個人相加要有5顆蘋果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X加Y加Z 三個人要分6顆柳丁嘛 相乘嘛 但是因為相同物的至少 什麼叫相同物至少 現在每個人你最少要1顆蘋果 那就簡單 我就把你5顆蘋果 1人分你1顆 啾啾啾 對不對 來分了3顆過去 是不是剩2顆 是不是剩2顆 那這2顆蘋果 即使都沒有分給X X裡面 是不是還是會1顆蘋果 對 好 我知道你想講什麼 老師你這邊不是假設ABC嗎 好啦 我知道啦 這邊假設XYZ OK 可以嗎 來 那所以這個東西可不可以算 還是可以算 用H來算 來H 來 3個人相加要等於多少 因為已經扣掉3顆了嘛 所以3個人分2顆蘋果 再來 3個人分6顆柳丁 還是用C來算吧 記住喔 上下相加要-1 所以變成C4取2 乘上這個叫C8取6 沒錯 第二個 老師 那每個人至少1顆蘋果或1顆柳丁 所以他不一定要拿蘋果 他拿柳丁也可以喔 懂嗎 3個人可以都只有一顆蘋果 或是 不是3個人都只有一顆蘋果 3個人都只有一顆蘋果 怪怪的 所以可能譬如說 YZ都分完 X只剩下一顆蘋果 可以 YZ都分完 X只剩下一顆柳丁 可以 但是這個時候問題來了 這個時候蘋果跟柳丁 它要視為什麼 相異物 相異物 各位同學 請問 相同物的至少先分 那請問呢 相異物的至少怎麼辦 相異物的至少怎麼辦 這個東西 我們就要使用取捨原理 也就是要畫圖啦 也就是要畫圖啦 OK 來 畫圖怎麼畫呢 畫圖我畫在這裡 因為等一下這邊應該是用不到的地方 好來看好了 全部情形 我們去扣掉那些不合格的狀況 不合格的狀況叫什麼 來叫做 X-weight 對不對 然後再來 這個叫 Y-weight 再來 Z-weight 剛剛講到一半 我好像剛剛在嗆學老師 不是嗆學老師 就是 我對於有些學老師 就是 太過於固執己見 我覺得其實是 比較沒有意義的 可以 我們不要互相去貶低 對啊 大家應該是互相幫助 互相合作 其實蠻多學老師 會把我的影片給學生看 我也真的覺得蠻好 我覺得這樣子 才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而不是我在台上 你罵說你學老師智障 學老師怎樣 有 學老師有薪水小偷 有薪水小偷 如果有的話下面幫我打 留言 OK 你們學老師做了什麼薪水小偷的事情呢 讓我知道一下 OK 讓大家知道一下 看誰偷的比較厲害 但是有很多學老師是超級認真的 這個我更相信 懂嗎 學老師是一份職業 但是他是一份需要熱忱的職業 OK 不然其實學老師很多付出的時間跟勞力 你跟他所得的薪水根本不成正比 懂嗎 OK 尤其他當導師更是辛苦 因為現在 現在專任老師的狀況越來越少 當導師的人越來越多 導師每個導師都非常辛苦 OK 好來我們這邊不囉嗦 全部情形扣掉 X位得 Y位得 Z位得 這個東西來我們試試看 來所以所求 這邊就開始寫了 所求 會等於全部情形去扣掉什麼 來這個叫做A位得 還有咧 不是要不要一直A啦 不是X嗎 對 然後Y位得 然後Z位得 對不對 先扣掉一次一個 先扣掉一圈 然後再加上什麼 這個叫做X位得 且Y位得 然後再來Y位得 且Z位得 再來Z位得 且X位得 對不對 好先扣掉再加回來 最後再扣掉 扣掉什麼 三人都位得 這個叫做XYZ 他都位得 對 那一位同學說老師你是北七喔 這個答案是零總 我也知道 但是還要按照順序寫 按照順序寫 來所以全部情形 你會不會 你會啊 來 讓我來誰誰看吧 全部情形 來這個叫做 三個人 分五顆蘋果 三個人分六顆柳丁 對不對 那如果是AX位得 是不是剩下兩個人在分 對沒錯 扣掉 來 兩個人分五顆蘋果 兩個人分六顆柳丁 但是那兩個人 有可能是AX位得 有可能是Y位得 有可能是Z位得 沒錯 所以他會有三種情形 然後最後再加上呢 X位得且Y位得 代表 兩人位得 剩下一個人在哪 代表 一個人分五顆蘋果 一個人 欸 寫錯 一個人分六顆柳丁 OK XYYZZX 有三種情形 最後再扣掉什麼 扣掉一種情形 哪一種情形 就是三人都未得 來 一樣照算 零個人分五顆蘋果 零個人分六顆柳丁 所以你會發現 他的係數叫做 一三三一 可以喔 老師 你是北極 這個東西答案 不就是0嗎 為什麼 因為H05是什麼 上下相加 你看看來 這個寫下 上下相加再減1 4取5 老師哪有4取5啊 嘿嘿 老師 哪有5取6 對啊 就是沒有這個答案 所以這個答案多少 這個答案就是0啊 對啊 所以其實有些學老師寫到這邊就空出來 但是我會把它全部寫出來 你就知道是1331 OK 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們要跟他說拜拜了 我們要跟他說拜拜了 因為在新的課綱裡面 108課綱裡面 重複組合的問題是不會再出現的 當然如果我們在考 現在的110年的指考數假 也不會出現 對 我記得啦 因為數假已經很久沒有出過重複組合 那數以 欸嘿 就會出現囉 數以的話同學 所以你就要特別注意這樣的考題 OK 那蠻謝謝各位同學 你這段時間還是一直有在去購買我的數假跟數以的 就是考前衝刺的課程 但是我覺得有一塊 還是希望各位同學幫我多加油一點 怎麼樣加油 就是那個氫寒的這個部分 我知道有些同學其實來這邊 他覺得好像跟我要這東西好像不是很害羞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我就是希望幫助你 而且我絕對不會把你的資料 如果你有朋友去有跟我申請的話 你發現我對他們講話都很客氣 欸你知道東西給你好 祝你考試加油 我就會這樣回 我也不會多問任何一句話 為什麼 我是希望能夠幫助你 懂嗎 因為在統測裡面 光是這個東西我送了好幾十套 對啊 可是指考裡面大概現在才十來套二十來套而已 OK 那所以這個東西明天就會到貨囉 所以明天晚上就會把它寄出去 我希望各位同學收到的時候 認真的去看 每一題都看 我希望這個東西就是你帶到考場的時候 當然不是說他一定會考 講一定會考 真的太誇張了 他有一些不一樣的題目 你到考場前的時候再多看一下 再多看一下 對你會有幫助 那我這個部分呢 會一直到考前 就像今年的學測 我陪伴你一樣 我會一直陪伴你到指考 考完為止 OK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訂閱分享 想加入會員 想買我的信商課程 下方資訊欄都有囉 我是李翔 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